经典的张旭有梗图 使用可灵就会出现非常多的恶搞 虽然最后脸部被AI改得不像歌神了 但恶搞精神不灭 哇塞,全都动起来了 真的全都动起来了 不管是专辑封面还是网路梗图 甚至是老旧照片,全都动起来了 就是什么时刻你知道的 Hello大家,我是Shen 前几个礼拜我看到一个新资讯 听说中国有一个叫做可灵大模型 是可以媲美OpenAI的Sora 那Sora有多厉害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不需要再多说 产生出来的影片有时候用肉眼都很难去辨别出来 但重点是它不开放啊 再厉害的东西它不开放那都是没有用 而可灵这个模型那就不一样了 它是开放了 像我这种普通人也是可以使用 只是碍于它目前在测试的阶段 所以申请的步骤有些麻烦 但我终于在几天前呢通过审核了 可以开始体验用AI来生成高品质的影片 申请的步骤我也会在这部影片里面提到 现在就先来看一下可灵她到底灵不灵 可以看到可灵在无优化的情况下表现是很不错的 虽然脸部有些不协调 但整体的影片并没有崩坏 在眼睛的细节上面表现的也非常的突出 我是看不出真假背景还虚化 非常像是用相机近距离拍摄的 而狗狗虽然产生出来的角度不一样 但在画面的呈现上还算是完整 海底城市也一样 虽然鲨鱼没有sora多 龙走起路来也没有违和感 除了一开始是三只脚以外 其他非常的流畅 思考中的老人也还行 除了中途手指有一点崩坏之外 其他并没有什么缺点 可以看到可灵在云的产生完成度算是非常的高 行驶中的电车也是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 这个纸飞机的影片呢 则跟海底世界一样输在数量 虽然没有优化 看不到樱花的细节 但整体的构图呢 还是非常成功的 虽然产生出来的方向不一样 但如果仔细看车子的运行 跟飞起来的沙子 完成度是非常高的 经典的张旭有梗图 使用可灵就会出现非常多的恶搞 虽然最后脸部被AI改的不像歌神了 但恶搞精神不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热水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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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搞归恶搞 但对我来说 可以让旧的照片动起来 是一件暖心的事情 给大家看一张我小时候的旧照片 里面是我跟我阿嬷 我可能是脑部发育的比较晚 很多小时候的记忆 我是完全没有的 像这张照片我就不记得 但透过可怜 我让她动了起来 在摄影机没有那么发达的时代 可以看到小时候的 我跟阿嬷互动的样子 心里面还是挺暖的 要先体验可怜大模型的方法 目前有两种 一种是网路版 另一种则是手机版 点选影片描述栏里面的可怜连结 会来到画面上的网页 网页版就点选立即体验 再点AI视频 会出现登录页面 比较麻烦的是 它是需要中国的手机号码 我也是靠关系才接到一个号码 手机版则点选右上的下载体验 跟着流程走 登录后需要填一些基本讯息 填完后如果全线还没有开启 则需要填写另外一个问卷调查 他们的平台每天会根据填写的信息 去开放全线 虽然还不是完全开放 但总比SORA连碰都碰不到还要好 不得不说 可怜在AI影片的完成度上 是真的可以跟SORA一较高下的 我使用的都还只是没有优化的模式 而且没有一直去反复的生成影片 与修整提示词 如果精心的去修整提示词 反复的去测试 再使用高表现的优化模式 再把所有片段做一些剪辑 要做出一部完整的小影片 也不再是不可能 最后来看一下可怜的一些作品吧 想知道最新的AI资讯 记得要订阅我的免费AI电子报 如果我的影片曾经帮助过你 不要忘记按赞订阅开启小叮当 也希望今天的大家都能比昨天厉害 在试着病庇报道时 接着病庇报路中 收集中和完成的优优� 5点监力 收集中和 пад架 大量的小蜜 1个字幕 2014.5 0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